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 疫情仍然反風 政府會按區域針對性感擴大強制檢測 陳肇始在網誌說 過去一星期分別在佐敦、油麻地和北岡 進行受限區域的檢測行動 超過8000個市民接受強制檢測 分別在佐敦和油麻地找到13名 和1名對病毒情陽性的人士 陳肇始說政府會考慮 確診個案數目和性真、相連性和分佈 和環境因素和流域結構 特別是喉管和大廈管理等 決定在什麼情形下採取什麼方案 明白強制檢測行動引起市民不變 但是為了盡快切斷傳播鏈 希望市民諒解 強調會採取更加果斷和嚴厲的措施